國遊路面都會消失 消失以後 我們會有多少空間 我們會規劃成七個空間 大概有七大功能 第一大功能就是環保回收的功能 就是目前我們整個內湖最重要的功能 有很多不管是老菩薩 或者是年輕的菩薩 在這個地方可以說做一些相關的回收 甚至做教育的體驗 這是第一個功能 第二個功能是目前只有極少部分有 那未來可能會增加的 就是我們所謂的 國內跟國際資工的一個培訓 就是培訓的中心 那這一塊是我們過去 在這個地方比較少的 那第三塊是我們救災指揮中心 或者是救災相關的資源中心 這個地方要向各位補充報告 實際最大的救災中心就在這裡 浪力颱風的時候 我們在這個地方包了八十幾萬個熱便當 從這個地方每天中午晚上供應到內湖南港 細紙收山 因為那個時候整個陰水淹得非常厲害 可是在這個地方變成一個善的園區 這是第三個中心 第四個中心呢 也是我們可能未來各位 尤其是附近的鄉親 絕對可以享受到的 就是我們有所謂的那個圖書館 幼教中心 還有我們的長江學院 還有我們老人親安居 在這個地方我要特別介紹 實際的不辦老人院 因為尚人說老人院辦了以後 這些長者就住在老人院晚上不回家 但是尚人的理念是 長者晚上要有年輕的朋友接回家 早上年輕朋友上班的時候 送到這個地方來 有人陪伴 然後有人跟他聊天 那這個叫老人親安居 就是在我們很多 實際園區裡面都已經有的 那未來這個地方也是很重要的 那第五個功能 就是我們比較屬於弱勢家庭的補助 各種功能 好 我們看下一頁 第六個部分 就是各位如果有特別注意 剛剛的影片裡面 在那個整個建築物的前面 整個都是綠色的原地 這個原地將來是各位來這個地方 享受休閒柔氣的地方 那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人文廣場 將來這些都不見了 通通變成草地 變成樹 那各位可以在這個地方 辦很多很多的親子活動也好 或者是這個長者到這邊來上步 都可以 對面是湖 這邊是綠地 然後把這個水跟綠地把它結合在一起 這是第五個功能 那接下來我們有景觀道路 剛剛就是各位報告 最旁邊我們有一條道路 這條道路是原來市政府 我們期待說是一個發明的道路 那我知道有一些鄉親 上一次給我們建議說 是不是可以變成人行步道 或者腳踏車步道 那我們也做這樣子的一個配合規劃 那未來我們會跟市政府做討論 如果我們的鄉親 基本上是絕大多數 期待是一個人行步道 期待是一個腳踏車道的話 那我們一定會順應鄉親的意見 那我們會在台北市政府的審議的時候 或者未來設計的時候 我們就依照鄉親的想法 所以這一塊道路是我們已經預留的 那最後一塊就是我們剛剛所講的 治紅區 生態湖 那這個地方是現在沒有 那我們期待說我們能夠還原這一塊 好 我們看下一頁 那這一頁就是我們南基地 北基地的姓化 如果說我們今天還有一點點 所以比較辛苦一點就是這三個字 紅字 目前地目是一個保護區 那這個保護區的原油 是當年在台北市把內湖鄉 定進台北市的時候 那一刻他把所有沒有都市計畫的 通通通列入保護區 但是一直列到現在 那這些是不是過去呢 有需要做某些檢討 當然已經有很多很多已經檢討過 變成這個住宅區了 那只是這一塊呢 我們還是保護區 實際在民國86年取得的時候 就是現況 有保護路 有鐵壁房子 我們完全沒有改變 只有外觀上 再加一些竹子 那內裝上有一點點改變 其他的完全維持現況 我們看下一頁 那這一頁呢 是在這段時間呢 因為過去我知道 有很多鄉親呢 就安全上 就各方面呢 比較有這個需要釐清了 那我們大概釐清了兩塊 一個是台水的安全 一個是地質的安全 那台水安全 剛剛在影片上各位也看到 就是我們釐清的水系 然後這個斷層的塑像坡 廢控車也都釐清了 那也就藉由我們祭司的團隊 我們看下一頁 下一頁 好 那這個地方 剛剛在這個影片裡面 都已經向各位報告 就是我們整個激水區的 我們牛崇溪呢 是在右手邊 那左手邊呢 是我們大華山莊 路面崇溪 好 這個地方呢 是我們北極地南極地在這裡 這個地方是一個山林縣 各位都知道山林縣高了以後 水一定是往低的流 往低的流 所以我們這個地方呢 跟整個大湖山莊 或者大湖山莊街的水系 是不太一樣的 好 我們看下一頁 那這頁是我帶市政府 向各位鄉親報告 這也是各位鄉親努力的結果 各位看出來了 台北市政府了 過去在 因為大湖山莊街淹水以後 所做的履歷 各位見看到 從南湖沖水站 康寧沖水站 大湖公園的沉沙池 加上大湖的清淤 然後呢 整個雜湖出水口的改善 一直到我們隔壁 這一條連外道路 設了自黃沉沙池 各位都被看得到 那沉沖路舞亂的海水民工 向南的改善 最大衝突 也是我想謝理長在這裡 區議長在這裡 大家共同努力的結果 在整個大湖山莊街 那個地方 做了一個非常大的 13萬立方米的自黃水 我相信 以目前來看 各位鄉親都很清楚 這幾年了 有了這個以後 整個防洪的功能 大大的提升 好 我們看下一頁 那這一頁是向各位鄉親 包括整個概念 就是我們未來 紅色的就是我們 相關的建築物 那綠色的就是我們的 草地 我們的生態的這個園區 這個藍色就是我們 自黃沉水系的改善 大概整個概念就是 我們希望跟大湖來共生 然後來調合 然後每一條路來做配合 好 我們看下一頁 這一頁是一個透視圖 就是我們把整個園區 整個建築只有在這裡 然後這個地方 有個相當大的一個 我們綠地 然後我們有三個 這個自黃沉沙池 那這是南基地的建築 然後有自黃沉沙池 我們看下一頁 這一塊是我們整個概念 向各位鄉親報告 我們北基地在這個地方 那南基地在這裡 那我們目前規劃了 樓地南面積在這個北基地 就是這一塊基地 大概有六千坪 那南基地有三千五百坪 這個建築可能指的不好 這個地方都是開放的空間 開放的空間 我們看下一頁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方向的圖 那就是看得更清楚 我們主建築物只有這一塊 然後呢 這個其他的就是非常大面積的 這個開放的一個草地 然後來能溫廣場 然後加上我們的樹 我們看下一頁 那這個地方就是 另外一個角度 就是給各位看到 將來我們希望樹長高了以後 從這一側看進去 連建築物都看不到 變成一個叢林的園區 叢林的園區 我們希望將來就是 這樣的一個情況 大有水系 看下一頁 那這些呢就是 最後我向各位做一個結語 就是說 我們期待的是一個 跟環境共生的 社會福利 環保再生的職業 因為職業是在做職業 但是更重要 這個就讓我們期許 變成一個水保生態的示範園區 動植物一定會再生 水系會再生 換句話說 這些柏油路面都不見 都變成樹 都變成草皮 都變成將來 我們期望 鳥會回來 我們期望這個地方有蝴蝶 我們所有鄉親 可以在這邊來共享 所以未來 我絕對花這個月 社區的居民 跟台北市政府 甚至整個國家的形象 都是多贏 而不是今天有目前維持這個現況 我們最後呢 有一些附件 我們看 這些都是像各位報告 就是這一段時間呢 我們絕對不是辭職自己講的 就是這些地 到底有沒有敏感因子 都是透過專業的專家 來幫我們看下一頁 那像斷層啊 我們經過所謂的推測斷層 我們經過專探 那這些專家也認為說 這個沒有破碎蛋 我們看下一頁 那順向坡 剛剛已經向各位報告了 基地裡面根本沒有順向坡 那我們只要不動它 都沒有問題 我們看下一頁 那這個礦坑呢 就是我們那個 蔡理事長本家 他去幫我們套坑出來 我們非常感恩他 甚至他去訪問那個礦主 那礦主現在已經往生了 可是那個管理員 八十幾歲還在 我們都確認 從哪邊進去 從哪邊出來 這些呢 都已經確認 根本不在我們園區裡面 我們看下一頁 那這些是我們 剛剛各位看到 聽到的那個訪問詞啊 我們訪問字都把它載入出來 換句話說 整個 我們不動不挖 就沒有順向坡的遺利 那而且呢 北基地 南基地 現在各位的是北基地 都是平地 絕對沒有這個 所謂的這個 山坡 沒有山坡 我們看下一頁 那這個 蔡理事長也很清楚告訴我們 整個案子的距離 礦坑最近的距離是20公尺 另外也是兩者之間的高差 有20米以上 所以這個是我們把它載入出來 向各位做報告 我們看下一頁 那這個是我們 中華民國最高的環保主管機關的署長呢 他也親自到訪園區了 然後花了很長時間 來給我們了解整個情況 那他說這個 跟外界的謠傳是有一些差距 好 我們看下面 那以下呢 我想我就不詳細講 我這是給各位報告 這個地方一年平均有200多個 國際的參訪團 那這些參訪團 都是很重要的貴賓 那貴來的姻緣是因為過去 可能遲激了 到他的國家去做某些的 災後的這個捕慰 或者是這個相關聯 他們來回訪 然後來參訪 那我們認為說 我們在接待的過程當中 也讓他知道說 我們環保的重要性 可是他們常常會問到說 那這個地方的房子 這樣子是什麼姻緣 那我們就說 也不好講太多 我們就說 我們正在規劃重建當中 像這些所謂的署長 這個部長級的 也有同樣的一個情況 那我們目前 我只能告訴各位說 有姻緣 各位相信支持 原則上實際 我們就會朝這個方向來走 那如果說 大部分的鄉親呢 基本上還是 遲疑的態度 到我們這個地方了 可能就暫時還是維持了現況 但是 有一點 我向各位鄉親保證 實際不是土地開發機關 不是建設公司 所以實際不會把這個土地 就拿來分割變賣 然後得到可能土地的增值 這個不是實際基金會 單做而且願意做的事情 所以總而言之就是 有姻緣 我們就期待 大家共同成就這個姻緣 包括我在內 我沒有拿實際的一毛錢 我還自己花時間 或者貢獻 我可以能力範圍內的貢獻 但是我們期待的就是 大家共同成就 這麼一個好姻緣 讓我們內部區 或者甚至讓我們整個台北市 或者讓我們整個全國 我相信如果照這個規劃案出來以後 在台灣地區 最少最少 目前實際沒有這麼好的一個園區 讓我們期待 這麼一個好園園區 就結緣在我們內部 那我也希望說 各位鄉親 未來盡量來我們內部園區 來給我們指導 來給我們參與 那因為瓷季本來就是 大家共同參與的 所有的瓷季志工 都是開放性的 那我非常感謝各位 今天來給我們指導 那接下來當然歡迎各位 就不管是檢報的內容 或者是各位心中想說的話 我們都期待各位能夠講出來 這樣子的話 我們才有辦法 再去做必要的改善 跟向各位後續的報告 那我今天就暫時 向各位報告到這裡為止 感恩各位 謝謝